什么宝物让专家如此惊呼 这得值一个亿啊 又是什么宝物让夺宝人们产生了疑惑 这是一个什么 木头烟台 好像确实是个木头做的烟 木头烟台 有点质疑 画作造假听专家如何解析 造假者呢 用造术如的收藏杖盖着这个画 也是在迷惑收藏者 变真实假价值几何 精彩就在 变真实假价值几何 各位好 欢迎来到一水定音 我是朱毅 本就欢迎今天坐在现场 为我们提供指导的三位专家老师 欢迎李学伟先生 欢迎关毅先生 欢迎杨静荣先生 今天为我们提供奖品的艺术家 远道而来 我们欢迎来自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 徐嘉兴先生 徐嘉兴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 从事陶瓷创作研究二十多年 以水点桃花记忆为主 由雕刻 山水 花鸟 人物为一体 其作品多次获国内重要奖项 作品新春富贵 在中国文化产业博览会上 荣获金奖 作品花开如意 在中国国际精品陶瓷博览会上 荣获金奖 那么今天他带到一锤定音现场的 又是怎样一件作品呢 本次我带来的奖品是 一尊由以水点桃花记法来绘画的 紫藤春艳图 然后水点桃花的话 记法是下笔得准确 轻盈 然后我们的要求是干不枯 湿不流 色色 它需要龙蛋相宜 烧尺出来的时候需要色彩饱满 然后娇艳欲滴 我们的紫藤它是代表着贵气 然后春艳的话 它代表的是我们的好运 它的寓意是紫气 东来 好运连连 希望我这个花瓶也能带给 现场的夺宝人的一些好运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徐嘉欣大师的馈赠 今天我们用来计分的古代钱币 是什么呢 请看 也就是1646年至1662年铸造 面文永利通宝 有楷书 行书 传书三种 备有记值 二分 五离 一分等 面值有小瓶 折二 折五 折十 为南明前辟中筑期最长 板是最复杂的品种 目前市场价为200元左右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第一件宝物 请看 本件藏品宝主认为 它是一件清乾隆时期的 粉彩开光玉制诗碧瓶 所谓碧瓶 已挂于碧面而得名 弃形为花瓶 钻等数部的一半 靠壁一面平坦有孔 屹立于悬挂在墙壁上 碧瓶在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出现 到了乾隆一朝 碧瓶的发展迎来了鼎盛时期 在紫禁城的三溪堂内 一面墙上竟挂有十一只各种右色 不同造型的碧瓶 碧瓶除用于插花之外 在瓶身上多配以人物 山石和花鸟等装饰 而且更多的是被用作皇帝提师的工具 据记载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48件乾隆时期碧瓶中 就有138件有乾隆的玉制诗文 本剑碧瓶做半个葫芦样式 短颈 口颜微外撇 上腹小 下腹大 矮圈足 瓶身上彩绘缠枝花纹 上腹开光内楷书 乾隆玉制诗 高阁傲双煎傲雪 亦情亦化亦亦诗 为雍正十二年乾隆皇帝为皇子时所作 笛款为乾隆年制四字转书款 那么这件制作考究 有着皇家气派的乾隆时期的精品 粉彩开光玉制诗碧瓶 宝主的描述是否和事实相符呢 第一件宝物啊 号称是清乾隆粉彩开光玉制诗碧瓶 一支 好 我们有请宝主出场 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金与希小姐 欢迎 好 欢迎宝主 你好 大家好 好 金小姐你好 你好 这是您家里的藏品吗 对 是我叔叔的藏品 是叔叔家的是吧 对 叔叔家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东西 是的 因为他非常喜欢中国的古玩 尤其是去国外一些拍卖会 就会经常拍一些这样的瓷器 尤其喜欢瓷器 去国外拍 对 这一件呢也是从国外拍回来的吗 对 是前两年在国外拍卖会 然后就对这样子瓷器一见钟情了 当时花了多少钱 将近八十万 将近八十万 这个瓷瓶当时只有一支是吗 对 好 这是替家里人来的 我们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认为这个瓶子还是颜色上面是很美观的 但是我看它上面的这个提诗的部分 这个字的部分怎么兼具有的大有的小呢 玉制诗 我觉得可能古代就是这样子 不像现代啊 就是这么规矩 就是乾隆玉制诗 乾隆提字 人家都当皇上了 人家还管你 还非得行间剧 字间剧那么严格吗 是吧 我想怎么写怎么写 是吧 比较随性 跟这姑娘也说一句 古人比咱们要规矩的多 是吗 观瑶就有观瑶的知识 固定的 没有什么太多变化 不能说那个大一块小一块的这种 这件宝物 我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舒服 然后这个中间这个画片 它这个颜色搭配 还有布局 图画的这个布局 我觉得都很舒服 怎么看怎么对 是吧 对 然后这个字 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说 所有的这个观瑶 它都是说字间剧大小是一样的 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是吧 我感觉是 好了 各位 各位请做出今天的第一轮选择 认为青乾隆粉彩开光 玉制诗必评 描述正确 选一 认为描述不对 选二 请 我们来看各位的选择 请看 一号四号五号六号都认为对 二号三号认为不对 徐大师您觉得对吗 对 是对的是吧 对的 是对的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对的 徐大师压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说出了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话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宣布 青乾隆粉彩开光 但是那时候做的都比较纯奔 它的真正的辉煌时期应当是乾隆 就是生产的最多 里边有颜色柚 有粉彩 还有这个法郎彩 主要装饰在故宫里边 你像这个吧 看来咱们大师一眼一看 说这东西 这就是乾隆的画工 咱们这个大师是 是专门做这个粉彩 这一眼他就能看出来 你乾隆的画工 光绪的画工 一个是画工笔一样 还有一个彩的颜色不一样 你看包括这个底款的鞋法 这都是标准的乾隆的 工里流散出去的 应当是好东西 谢谢杨老师 谢谢 你叔叔有没有跟你说 这件东西现在值多少钱 这个还不太清楚 不宜透露 是吧 我们听一下6号的看法 值多少钱 我觉得可能在100万 值120万之间吧 我觉得应该是在100万以内 因为它是一值单值 是吧 这一般都是成对的 是吧 对 来看一看各位的出价 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对青乾隆粉彩开光预制师 币平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80万元 4号完全正确 4号加1分 就是说这两年一分钱都没涨 这个价格 杨老师您评价一下 如果是拍卖 这应当是基本的起拍价 像这样的这个币平啊 就最近这两年就一支啊 我说的是 大概光是粉彩的 尺寸跟它差不多 大概成交价是180万 大家记住了 就是这个币平啊 在这个拍卖的价格 尤其是乾隆的 价格度不低 因为这个存食量不是特别大 你看我们北京故宫 一共才200多只 因为这东亚当年生产的 也不是太多 所以再加上破损 外边流散出来的也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存食量 第一有限 第二这个是代表乾隆时期 就是高峰的一个经典之作 所以这个只要是看见 如果要是有精品 买下来将来都有升值的空间 谢谢杨老师 所以虽然我们在现场呢 给你估的是80万 但实际上 它在现实的市场里边 应该会表现更好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各位专家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好 谢谢 请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二件宝物 请看短片 本件产品宝主认为 它是一件民国时期的竹黄八仙瘦字盒 气型特别选用瘦字字形 独具降线 上雕有八仙的图案寓意吉祥 而此产品特别之处在于 采用了流行于南方的竹黄工艺 色泽光润 典雅精致 那么这件独具风格的竹客工艺品 民国竹黄八仙瘦字盒 宝主的描述是否和事实相符呢 民国竹黄八仙瘦字盒 关老师 什么叫竹黄 竹黄啊 是一种竹子的工艺品 什么叫黄啊 黄就是这竹头那竹子看下来 它里边那一圈 比较嫩的竹子 大概两毫米 把它给挖下来 它这里边是黄的 把它反过来 经过蒸竹压年 然后贴在这个木摊上 最后呈现出 好像这竹子的盒一样 实际上竹子长不成这样 就突破了 这个竹子在历史上 只能做笔筒 只能做圆筒 这种规矩 它可以做任何的造型 这个是从清中期 乾隆的那个时候开始流行的 所以到后来 出现这么一个独特的工艺 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这种工艺 所以竹黄又有竹象牙之称 明白了 谢谢关老师 民国竹黄八仙寿字盒 我们听一下三号的看法 这描述对吗 你觉得 我觉得对吧 对的 因为看着很精致 一号觉得怎么样 这个描述对吗 描述是对的 对的 刚才关一老师说了 这种工艺是挺复杂的 木制的胎盒 完了用竹黄 给它蒸竹 像镶嵌上面的 就对的 对的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选择 来 嗯 哎哟 哎呀 也是 看着这么喜庆的东西吧 大家都会先入为主地认为 这一定对呀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关毅先生宣布 这件所谓民国竹黄八仙寿字盒 它是描述 对的 各加一分 嗯 所以这个竹黄呢 分为叫民间竹黄 和这个宫廷竹黄 它分两派 这一只盒子呢 是个八千上寿的 这么一个寿盒 这个呢 是明显的访乾隆的 访乾隆宫 啊 但是呢 如果大家见过宫里的那个竹黄 就以雕刻的比例 还要精细 其实这只盒子 雕的已经很精细了啊 只是通过它竹子表面的氧化 我们觉得它那年限还不够 这个竹黄呢 在乾隆朝的时候 因为特别受皇帝的喜欢 乾隆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呢 大家就说了 这个东西本身呢 不明贵 但是呢 它特别费工 像我刚才说了 两毫米的竹皮 蒸过蒸竹碾压贴 几十道工序 最后做的这么一小盒上 然后在这两毫米的这竹子上 还得刻这个 这个浮雕 啊 你想想那那个刀要多细 所以说呢 做这样的工艺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 主要是在我国的南方地区 这些能工巧匠 最早这个竹黄是从什么地方呢 开始这个 做这种工艺呢 是这个福建 啊 福建有个上行地区 后来陆陆续续的啊 到江苏的嘉定 到浙江的这个黄岩 包括湖南的邵阳 还有四川的江安 都做这个竹黄工艺 各地方争其斗艳 把这个献上宫廷 因为这上行下效啊 皇上喜欢这个东西 各地的都府大员就命这 手底下的能工巧匠 巧架 都做这个东西 所以宫里我们能看到很多 非常精细的竹黄 最有名的 我们去看那卷秦斋的那个 那个墙群啊 上面整个是用这个竹黄 然后呢 全部这个墙群啊 做宫廷的装饰 那个竹丝竹黄 就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把一个普通的材料 简单的材料 做出了一个非常高的 这样一个艺术水准的工艺品 好 谢谢 谢谢关先生 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民国竹黄八仙寿字盒 在本栏目合作的 那两家机构眼里值多少钱 好 我们来看这一轮 大家的出价 请看 还有给三千的 就这个三千 我还是 咬着牙给的 买他的工 实在看不上这料是吧 差不多吧 好 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民国竹黄八仙寿字盒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五万元最接近的是两位 分别是一号跟六号 谭春玉 韦克亚 各加一分 恭喜你们 这样的一个价格 关先生 忽乎您的意料吗 还差不多吧 因为它年份稍微浅一点 如果这是乾隆的东西 那价值就要高得多了 但是按它的工艺标准来讲 因为还有雕刻 还有造型工艺 老实讲 你按现在找这么好的雕刻工匠 因为大家没仔细看 那个八仙人雕的还是栩栩无生的 现在这样的工匠 那一天多少钱 这个东西不是三天五天 能够刻好的 所以说还是 现在外边有那个竹扇子 上面要稍微有点抿头的 没错 一把扇子都很贵了 没错 好 谢谢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 本件产品宝主认为 它出自清代绘画大家 杨州画帕的代表人物之一 画岩之手 画岩的花鸟画最符盛名 此幅作品 彰显了其花鸟画的特色 在繁华朵朵的枝条上 一只鸟儿俯身向下 样态生动 让人感受到健康欢快的情趣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在画上由书画传客大家 赵书如的收藏印章 那么这件出自清代名家之手的 清新俊秀 简易生动的花鸟画 宝主的描述是否和事实相符呢 现在登场的是号称 清代画岩花鸟图轴 我们请李学伟老师 先为我们介绍画岩生平 画岩呢 画新罗 是清代的杰出的绘画大家 它呢 以三水人物花鸟草丛书法 是诗书画三绝这么一位全能画家 他与 郑板桥 高翔 金农 同为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 在很多拍卖会上 他的作品 屡屡卖出高价 好 谢谢李初伟先生 好 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选择 请看 都认为不对呀 首先一眼看上去 这幅画呢 它的折痕感觉有一些那种 人为作就的痕迹 本来有点拿不准 然后听老师说 跟郑板桥齐名 然后诗书画三绝 我觉得这幅画离三绝 还有离大家齐名 差那么一点 差那么一点 对 好吧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李学伟先生宣布 清代化炎花鸟涂轴 经李学伟老师鉴定 这其实是一张 这是一张 货真价实的 赝品 恭喜你们 参加的节目 看这节目 看多了 就有书画 就容易鉴定了 容易了 你看这个折痕 我在几次节目当中都讲到 这是当今作假 最明显的一个 恶劣的一个典型 就是折痕 全是横的折纹 而且特别密集 这幅画呢 画的风格还是有一点 化西罗的风格 只是做就做的稍微差了一些 然后他还放了一些收藏印 有一幅赵书炉的收藏印 赵书炉呢 是晚清时期一个大收藏家 有书法家 壮客家 也是画家 散画马 这个他收藏了很多 大家的东西 新罗山野人 他也收藏过 所以说 造假者呢 用赵树如的收藏章 盖在这画上 也是在迷惑收藏者 其实 看一幅画的真假 先不要看那些 附加的东西 我们主要是看的画风 字 这幅画呢 画风有一些 西罗山人的风格 但是这个字啊 写的是比较差的 离西罗山人 还是差得比较远 好 谢谢李老师 这是一个 大开门的假画 这难不倒各位 好了 这张是个大开门的假 那么下一张 可能就没这么简单了 接下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 下一张画 这张号称是 费丹旭花卉 图轴 李小卫老师 您跟我们说一说 费丹旭呢 是清代的大画家 以画似女 著称 人物啊 画似女同时 其实有改旗 改旗是公认的 这个画似女大家 那费丹旭呢 画的似女呢 跟她齐名 被大家称为改废 费丹旭呢 也叫费小楼 她的似女画的特点呢 就是线条松弛 造型秀美 这幅画呢 不是她建长的 这个似女画 对 没有人啊 画的是花鸟 花鸟 对 费丹旭也画这种题材吗 对 其实这些画家呀 什么都画 什么都画 费丹旭呢 他山水也画 山水呢 学王辉 这个花鸟呢 学运寿萍 其实他得运寿萍的画风 基本上可以论真 好 谢谢李老师 谢谢 好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选择 有四位啊 四位认为是对的 一号 她对在哪啊 这个画看得多舒服啊 是不是啊 关键是她那个落款 落款怎么了 书法写多流畅 字写得好 对 看着刚才那个老师也说了 一点折痕也没有 那个折痕特别多 这个没有折痕 没有折痕 他反而就没有折痕 也是一个标准 是吧 就是我看这个字写的事挺好 但是那个画感觉 有点乱 这画哪乱 其实就那个右下角那块黑 那不知道是一块什么东西 右下角 就是右 靠右下角 你说这个一坨黑 搭了下来的这个 这个荷叶有很多形态的 这是一个卷起来的荷叶的侧脸像 你看 杆在这 是吧 它有的荷叶是 有的荷叶是这个 是这个 好了 接下来我代表李学伟老师宣布 费丹序花卉涂轴 经李老师鉴定 它是一件 真迹 一号 二号 四号 六号 加一分 李老师 我们怎么欣赏这张画 其实这幅画啊 就像一号所说 挂上去就感觉舒服 这片字就是特别开门的 这个字轻重缓急浓淡 这个太好了 太舒服了 就不用念这个内容 就感觉这片字就特别美 再一个这幅画啊 这幅画上面体现了浓淡干丝枯 所有的用笔的方法 这上全能体现 只是着色少了一些 其实上面也有颜色 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清绿的那种 其实水墨画能画出这么些层次来 这不是谁都能画出来的 要不然就是这个画的一片虎 要不然就是这个画的特别淡 这浓墨淡墨体现的特别好 在一个整体这个自然旧的这种 岁月感 感觉特别好 所以说一幅好画挂出来 就感觉不懂画 也要感觉能感觉出好 好 谢谢 好了 接下来它值多少钱 来 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出价 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对费丹旭花卉涂肘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15万元 最接近的是出价16万的4号 谢谢伯涵 加一分 好 这样的一个价格 是市场上能成交的价格吗 对 这个如果要是侍女的话 有可能价格还高一些 对 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对 它的花鸟画相对价钱低一些 如果要是侍女再加个三万五万 也就加三万五万 三万五万都可以 所以说清代和民国这一段的很多画家 价格还不是特别高 收藏还是可以入手 好 谢谢 本幅花卉图的作者是清代画家费丹旭 而其最擅长的是侍女画 侍女画在清代的地位非常高 甚至与山水花鸟等题材比肩 那么清代以画侍女著正的画家 除了费丹旭 还有哪几位呢 一般来说 清代侍女画的代表性画家 有以宫廷画派为代表的 焦炳珍 冷媒 还有以文人画派为代表的 改齐 费丹旭 宫廷画家焦炳珍 因结识汤若望和郎世宁 学得了西画中的透视和明暗等技法 他笔下的侍女多有一股富贵之气 色色名艳 意境幽远 而是从焦炳珍的宫廷画师冷媒 也是画侍女的高手 他们所使用的海锡画法 就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生活年代稍后的侍女画家 改齐与费丹旭 其画作与前两位 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 改齐的侍女画造型纤细 肤色轻雅 创立了侍女画新的气韵风格 识人称改派 而与改齐齐名的费丹旭 其笔下的美人颇有小家碧玉之态 笔墨细柔 优美自然 然而无论是宫廷画家焦炳珍 冷媒 还是文人画家改齐 费丹旭 女子的先弱特质 都被她们视为审美追求 在表现技巧上造型强调姿态优美 风格崇尚淡雅飘逸 并把西方绘画的特点 很好地融合到作品之中 给后来的人物化技能革新 开辟了道路 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 本件产品宝主认为它是一件清光绪时期的秋操碑 所谓秋操碑是光绪年间为纪念清军秋季操练而特制的纪念碑 秋操是晚清政府检阅陆军新军编练结果的军事演习 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清华的惨败后 清廷终于认识到要想在内外交困中继续生存 就必须演练新军实行军事现代化 于是从光绪三十一年到光绪三十四年 也就是一九零五到一九零八年 清廷共举行过三次求操 第一次是在河北河间举行 随后还有河南张德求操 和吴熙太湖秋操两次 而秋操碑是当时操练后的纪念碑 同时也是奖碑 是为了鼓舞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的士气 本件藏碑从编款上可以看出 是第三次太湖秋操的纪念碑 此碑形入一朵盛开的荷花 粉红的花瓣中花蕊嫩黄花梗碧绿 碑子内底上脉络清晰的花瓣简有一小孔 与花梗相连 碗状中空可作溪水之用 太湖秋操被设计成粉红色莲花形 正是取以一片丹心爆笑朝廷之意 是中国官瑶史上十分少见的带有纪念性质的作品 那么这件造型新银制作精细带有十分鲜明的 时代烙印的清光绪秋操碑 保主的描述是否和事实相符呢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品种 秋操碑发给参加秋季操练的晚清的军人的纪念用品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判断 来 请看 你看 4号和5号都对这件东西表示了怀疑 它做的挺好的 但是是不是太小了 有点抠啊 给军人用的 当兵的不多辛苦是不是 你这么小 太抠 什么也干不了 是吧 这件比较奇怪在哪呢 就是它的款写的太过于工整 这个一般来讲 大部分我见过的都是款写的没有这么工整的 就是说您之前见过的写款都不是这种风格 不是这种风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它的粉彩的颜色有点问题 粉彩不好 一般来讲留白没这么多 3号你认为它是对的 为什么 第一是看这个绿色 这个绿彩 就是感觉有这个自然老化的这个样子 然后它边上还贴了一老签 要是作假也可能不会这么用心 这种东西其实在市场上 仿制的东西很多 对 这还真有人仿 特别多 但是这只我看着还比较舒服 接下来我代表杨静荣先生宣布 清光绪秋操碑 经杨先生鉴定 这是一件 真品 真品 1236号加一分 请杨老师介绍一下这个非常有特点的 那刚才咱们3号那个说的很准啊 这个秋操碑啊 以前没拿它当这个文物 后来是从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收藏大军热潮一起来 因为我觉得这都有收藏价值 然后这个突然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吧 锦德镇做了一大批 做了一大批这个儿子做的特别好 它这个真品呢不是太多 呃什么原因啊 这个写的是纪念 当然这个是奖碑 他就说你得得着奖了 你得有成绩 对有成绩 说我这打把你得打了多少 就这样的秋头碑吧 因为它上面有一个吸管 呃 大家伙生力嘛 这你吸一口我吸一口 这有这意思 就是上面那个包浆啊 呃特别好 还有就是它那四体 还有这颜色都特别正 这个真品无疑 好 谢谢杨老师 这样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 特定的这么一个产物 目前的存质量还并不大 在两家机构眼里 会给它评估什么样的价格呢 我们来看这一轮的出价 一号为什么要给十六万 它是奖碑 嗯 它不是纪念碑 嗯 刚才杨老师说的传实量不多 不多 所以我给了个十六万 好 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光旭秋操碑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嘿嘿 22万元 最接近的是出价18万8千万 28的 3号 下一分 这还这么贵啊 杨老师 原来最早就是可能在这个国安店里边也就卖一二百块钱 后来涨四五百 一两千 最后涨得上万了 然后后来有了拍卖以后大概是就变成四五万了 这两年啊 这价格后来一路飙升 它什么原因啊 就是后来大家都在收藏这个小官窑 也不知道怎么说后来出了一批这个现在年轻的收藏家 我就有时候觉得特别奇怪 那个真正的乾隆官窑 哎 有时候他们倒出不上价了 哎 一说工序同志 宣统 哎呦好呢 出的这个 就是二三十万 这赢到二十多万 就正好适合这个 玩这个小官窑的这批人的这个 经济能力和他们的这个收藏这个能力啊 而得大家记住了这个 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就等于是袁世凯安整个训练的这个新军 后来就是北洋军阀的那些将领 基本上全都参加过这三次军事演习 我们收藏是讲什么就是 你要收藏历史文化 它里边要有一定的历史内涵 好 谢谢杨老师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六件宝物 请看短片 本件藏品宝主认为 它是一件清代的珠宝箱 由珍贵的海南黄花梨木精致而成 包姜醇厚 古色典雅 气形归整样式大气 而箱子下部的不规则设计 有凸显灵动的气质 面板上的吉祥文饰 雕刻精细 箱皮上的同事制作 规范考究 那么这件才知名贵 华丽端正的清代黄花梨珠宝箱 包主的描述是否和事实相符呢 清代黄花梨珠宝箱 好 我们来看各位的选择 三号 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不对 这做工反正一眼看上去就新了 就不够轻了 因为黄花梨这么贵的名贵的材料 边上怎么能看见这个名孙某呢 是有这么一说吗 也不知道 所有人都认为不对 接下来我代表关义先生宣布 清代黄花梨珠宝箱经关义先生鉴定 这个说法是 哎呀 这么一打 其实就看得很清楚了啊 这个说法是 错误的 各加一分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称呼这件东西 请关老师指教 刚才我觉得大家看的也是挺准的 材料呢 也是黄花梨 当然那是月黄 我们看顶上就能看 跟海黄那是有些区别 这个笋毛呢 这个名笋是有的啊 从明朝到清朝 这个说各种箱子盒子 名笋有 不一定都有闷笋 而且名笋呢 有的做的那个笋呢 燕尾笋很漂亮很好看 反而是木系活的一个亮点啊 这个不是主要 主要是是做的稍微的有点粗一些啊 不那么精致 看这个雕刻也都是新工艺新技法 做旧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啊 好 谢谢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七件宝物 好 第七件宝物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康熙发廊彩花卉纹 我们来看各位的答案 请看 只有二号一个人认为太对了 因为我看他的这个碗底 有一个老的这种英文标签 不知道是不是在国外上拍过 就有这么一个标签就说明他 曾经得到过外国人的青睐 五位都认为他不是那么回事 接下来我代表杨静荣先生宣布 清康熙发廊彩花卉纹碗描述 其实是 错误的 出了二号各加一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这个东西如果看照片 真看不出来 颜色很正是吧 完全正 而且这个法郎彩的碗 北京故宫都没有 只有台湾故宫那有 另外呢 刚才咱们这个谁啊 这个二号啊 其实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上面有一个那个老标签 这个呢就是一下买的这个人啊 可能就是中雷了 大家一定以后要提高点警惕 他这个人呢是在看了照片以后 在网上花了不少钱买的 但是啊 后来拿回来一看 这签有问题 怎么有问题啊 从别人给你接下来 你没看那签 这就不是他的签 对 从别种就是 一花接木 你像这种一花接木 说谁谁旧藏 如果真是他的旧藏啊 那东西最起码应当是民国坊 如果是民国坊的 就不可能 因为这东西 在民国的时候 都不知道有这品种 我们是后来看了台湾 出版的这个法郎彩的图炉半展览啊 我们才知道他们有这个法郎 这个康熙法郎彩的这种网 后来这个谁拿过了以后啊 他找我签订 后来我一看 刚开始我头一眼一看 哎呦 好东西啊 我说这跟台湾的那个 东西 东西 一模一样啊 你说这怎么弄来的 结果后来我说这个谁 你这会赚大发了 我说这得值一个亿啊 我说咱们仔细看看啊 拿发达镜一看 哎呦 完了 就能看出来了 印花了 不是画的 是印的 咱们这个谁大师知道啊 你像大师这彩绘 他是拿笔画出来的 这是贴花 能看出点来 照相质版 弄出来了 所以你看这哪都像 花纹也一样 这颜色也一样 最后一看 有网点 照相质版 弄出来了 我说真坑人啊 这个藏家呢 就是说他自个赔了几十万 嗯 所以我们今天给展示 给全国的观众 让全国的收藏家呢 也吸取经验教训 好我们为这个藏家鼓掌啊 那么接下来是今天的 第八件宝物 请看 好了第八件宝物 请问六号 这是一个什么 木头烟台 木烟台 五号你觉得呢 好像确实是个木头做的烟台 木烟台 但是没听说过木头做的烟台 木头烟台 有点质疑啊 对啊 我们这个弄个墨 在木烟台上 那墨没磨出来 火星都磨出来了 是吧 来我们看看各位的选择 只有两位 认为是对的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官邑先生宣布 这件号称清代黄花梨 木烟台 描述 正确 一号六号加一分 剑多方能识广啊 这个少剑就会多怪 我刚想说这个句 黄花梨做烟台 这也不 这个不稀罕啊 这烟台的材质多种 不是说光咱们想象 就得石头才能做烟台 这木头做烟台 可印章 是吧 这个做的东西很多 像黄花梨啊 它这个木头也是比较细啊 这个木头尤其是经过这个抛光打磨以后 而且呢 好的黄花梨它本身有油质 这木头呢 又温又润啊 这个东西呢 它磨出磨来呢 老实讲呢 它不容易掉那个毛 而且木头有最大的好处 它可以把玩 你看那个盖子啊 盖子摸的那个包浆啊 已经溜光水滑了 它可以盘完 你看我们这个 它这个小小罩子调了麒麟土域书啊 麒麟土域做一层书型 当年那个据说孔子 他母亲生孔子的时候 就梦见了一个大麒麟啊 脱了一本书 所以说呢 这都是有寓意 有讲究的 非常上等的文丸其名 好 谢谢关先生 好 它值多少钱呢 来 我们看看各位的出价 最高出到36万元 最低1888 我们来看一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代黄花梨木艳态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15万元 你这10万呢 还不够高 但是你是最准的 4号加一分 15万元的这个价格 是怎么来的 关老师 那15万呢 就作为黄花梨的这个文房小件啊 比较精品的文房小件 市面呢 就这几年 我就说嘛 这个偶尾有出现的时候 大概就是这个价 其实按现在黄花梨来讲 你要是用一块整板啊 雕出来 说是在的啊 这个好的海黄做这样的工艺 说在的也得给10万8万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价格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嗯 好 谢谢关先生 接下来是今天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件宝物 请看 这是一件号称 江寒厅亲共屠舟 我们请李学伟老师介绍江寒厅 嗯 江寒厅呢是海派著名花鸟画家 艺术教育家 与唐云张大壮陆一飞 为海上四大花旦 但这花旦不是唱戏啊 就是说这四个人呢 都是画花鸟出身的四大材子 江寒厅呢 传统功力极强 呃 当时这个模仿 任波年和虚谷 呃 可以论真 在当时 称呼他有一个 可以叫雅号吧 叫江虚谷 你想想 这个虚谷他画的有多好 这个人 人品画品 都非常高 被这个当时的画界 誉为小梦常 哗 那就是浩焦朋友 浩焦朋友 嗯好 谢谢 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选择 中间的 就是离徐大师近的两位 认为是正绩 我觉得看着还是比较舒服的 就构图啊 然后这个 特别是那只梅花和竹子 就是梅花啊 哎 这个搭配我觉得还还可以 听一下五号的意见 为什么认为不对 哎 这 哎 这哪有对的地方 哪哪都不对啊 那个墨一妥一妥的 然后那个 那个是 是个花瓶 还是个石墩子 那上面的红色 我感觉就是 画的那个花 然后怕那燃料浪费了 给涂在那了 这你都看出来了 这 真的 太差劲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代表李学伟先生 宣布 江涵厅 清贡 涂轴 经 李学伟先生鉴定 这是一件 假货 一二四五六 下一份 这幅画呢 确实是毛病太多了 首先说这题字 春节什么景 这个字啊 就没闹明白 对 是写的什么 洛款的字呢 与江涵厅 基本上 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再一个就画的呢 就像这个 这个也没弄清是花瓶 还是一块石头 这个 有可能在石头上 挖了一个 挖了一个 挖了一个槽 挖了一个槽 插进去这个竹子和梅花 这个竹子画的呢 一点精气神也没有 这个 全是浓墨啊 向下 下垂 下边还有蓝草呢 蓝花呢 是吧 那个可能下边 还有点画轴吧 那是 对 这个是我最难理解的 半个南瓜里边 为什么会藏着几柔画 所以这幅画呢 这个漏洞太多 一点也太多 毛毛也太多 这就是随便的一幅画 可能就提上这个 江涵厅的款子了 就盖一个掌子 比较低档的 这很低档很低档 这么一件作品吧 嗯 好 谢谢李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到目前为止 各位的分数 今天所有常规时间的 九剑宝物展示完毕之后 目前排名第一的有两位 都有十分 分别是一号和六号 排名第二的是四号 请一号和六号二位 准备 你们还有最后一道题的机会 来争夺今天的第一名 请听题 青柚瓷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陶瓷品种之一 在千年的传承中 逐渐衍生出了天青柚 豆青柚 东青柚等 不同柚色品种 那么 在东青柚上 苗金银这种工艺 最早建于下面哪个朝代 开始 一号 谁回答 一号表示 我完全不懂 交给你了 六号 我觉得应该是清代吧 清代 正确的暗示 清代 恭喜六号加一分 这个就不着急让杨老师给我们解释了 因为今天我们最终环节 这件宝物就跟这个知识有关 我们恭喜六号 一号 四号进入最终环节 最后出厂的这件重器是一件乾隆时期的东青柚苗金银花卉文瓶 撇口 古腹 圈足 外撇 造型优美 端庄仪人 通体是东青柚色泽深沉木雅 并以金银彩描绘蝉之花卉 凸显滑贵之气 抵青花书写大清乾隆年制三行六字赚书款 东青柚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宋代的龙泉窑 到了明永乐时期 东青柚正是成为青柚中的一种品类而单独命名 其柚色青中闪绿 藏翠玉滴 又层均匀 又质淫润 而此件藏品更令人称道的是 他以东青又为底 终身苗金典银让人过目不忘 此工艺为仿东周错金银记忆 青铜起色暗顿 工匠田金错银 力显华贵典雅是地位的象征 清朝由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精彩及绘画技法 苗金装饰大型 特别是到了乾隆一朝 国力强盛 苗金银的装饰更是盛行 此类单色又苗金点银瓷器 被定名为阳彩金花 那么这件雍容华贵 内脸与张扬完美结合的清乾隆石器的金品 东青又苗金银花卉文凭 现场的夺宝人会认为它价格几何呢 好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最终环节 今天最终环节的这件重器是清乾隆 东青又苗金银花卉文凭 我们请杨静荣先生为我们介绍这件宝物 这是乾隆石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 我们历史上就是景德镇这个官窑 也叫玉窑 原来生产的这个青柚它有三个品种 一个是豆青 还有一个是粉青 然后还有东青 然后这三种柚就是豆青最深 粉青烧刺 冬青最浅 三种柚绝对就是说都能给分出来 是到雍正的时候 才能把三种柚就是说的准确的给烧出来 就是在那之前烧成什么事算什么事 对对对 能烧成冬青柚是很难的 这个最难 冬青柚上边在苗金银 这外边拍卖都没看出来 包括大拍卖行啊 都管这叫苗金 大家仔细看一下啊 上边上边有那黑点吧 有的是给看成又里红了 实际上这是什么呀 是银 原来刚出窑的时候啊 金是金光闪闪的 银是银光闪闪的 但是银呢在这个空气里边 特别容易氧化 它现在已经发黑了 它就是年代长了 后来他说你要不说呀 他说我都以为就是苗金呢 结果还有银 东青又是苗金银 今天咱们把这个展示给大家 而且也纠正一下 他们原来包括大拍卖行里边啊 就这个品种原来都写错了 提金不提银 应当是苗金银 这个品种在大拍的时候 价格非常昂贵 非常贵啊 杨老师已经提示的非常多了啊 好了 三位 因为你们刚才分数高低不同 所以现在出家的机会次数不一样 六号有三次机会 一号有两次机会 四号只有一次机会 清乾隆 东青又 苗金银 花卉文凭 在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眼里 会值多少钱 出价开始 六号 三百万 三百万元整 是魏科亚的首次出价 三百万元整 请听提示 高了 一号 两百六十万 两百六十万元是谭春玉的首次出价 两百六十万元 请听提示 低了 证据答案就在两百六十万到三百万之间 六号 两百六十五万 二百六十五万 是魏科亚的第二次出价 二百六十五万 这个价格 还是低了 四号 两百八十五万 二百八十五万 这个价格 还是低了 一号 两百九十万 谭春玉的最终出价是二百九十万元 我的提示是 还是低了 正确答案在二百九十万到三百万之间 六号 你还有三秒时间考虑 三 二 一 按抢答器 你的答案是 二百九十三万 二百九十三万 我们来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这样的一件清乾隆 东清幼 苗金银 花卉文凭 给出的市场估计啊 是 二百九十九万元 恭喜六号 魏科雅 魏先生 请上台领奖 我们请徐大师亲自为他颁奖 这是送给您的由徐大师亲手制作的紫气东来 也感谢今天所有的国宝人的参与 谢谢徐大师啊 谢谢 最后掌声送给三位专家老师 辛苦了 谢谢三位老师 感谢各位收看本周的一锤定音 下周精彩不见不散 再见